請坐答 喝清草茶 可以改善口 窗嘴破 對或錯請坐答 清草茶 清草茶 降火氣應該是對吧 正確答案是 X 清草茶不行喔 為什麼清草茶不行喔 但是老師跟你講 不急喔 怎麼可能清草茶不行 不要急喔 第四題請問 抹鹽巴 可以改善口 窗嘴破 對或錯請坐答 錯 喔 正確答案是 X 我超過鹽巴都沒有用啊 後來的話就知道 鹽巴 好 第五題請問 多喝水可以改善口窗嘴破 對不錯請坐答 嗯 剛剛有很認真在聽 正確答案是 全 好 第六題請問 吃風膠可以改善口窗嘴破 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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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滴在裡面的 對 風膠是喉嚨痛吧 正確答案是 X 什麼是風膠 我就不知道 風膠就是 算了你都已經答錯了 對 好 好 第七題請問 用漱口水漱口 可以改善口窗嘴破 對或錯請坐答 正確答案是 X 真的假的 不對喔 不對喔 等一下 不是要保持口箱清潔嗎 它是消毒 它不能治療 它是消毒 好 最後一題囉 吃番茄可以改善口窗嘴破 對或錯請坐答 應該對 正確答案是 全 這階段的七分是 小禎姐 四分志偉哥 六分曲老師 五分 所以是小禎姐要喝 記錄一錄的 要喝一下 還沒啊 實在有第二階段 蛤 現在要喝了嗎 現在要喝了 我來了 請食用 現在是跟你們講 這是給輸的 贏的人呢 我也要奉上一個飲料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對對對 生氣了生氣了 我們用豆漿打一個堅果豆漿 哇 好吃好吃 花生 很香喔 這是杏仁片 杏仁片 對 然後這邊 是白芝麻 哇 然後把豆漿放進來 有糖無糖 無糖 這熱量高不高 不會 不會 因為它型的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糖 一點點不要多 那你剛好不買 有糖的豆漿就好了 那你剛好不買 那太甜 那太甜 你如果 口水你可以先喝 口水 我等你 我等你 一點點就好了 不小心 不用吃 這苦茶很好喝喔 忙你的啦 好香喔 我這邊都聞到了 嗯 這個有什麼好嗎 這些都是 這些食材 都是對口腔發言 是有好處 是喔 對口腔發言的時候 可以喝對不對 當然 你怎麼那麼好心 那個小禎沒有喔 小禎沒有喔 沒有啊 不要這樣我跟你看 這麼好心 等一下 現在可以喝嗎 可以啊可以啊來請用 有芝麻 好香喔 可以的話可以跟小禎乾杯 沒有關係 好香喔 哇喔 我剛剛滿嘴的這個 因為古瓜味都洗掉了 喔 好苦喔 這節目應該不能罵髒話 我們這邊來聊一下 這樣做可以改善這個 口窗嘴破 吃水梨這沒問題吧 剛剛其實就是 也可以降點活氣嘛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喔 在這裡面的選項裡面 如果屬於天然的蔬果 欸都沒問題 對於我們的這個口腔黏膜 都有好處的 不論是維他命C 維他命E 這些都很好 所以因此呢 天然的蔬果 我們基本上都會是對的 他差一點 青草茶確實是降火 不過我舉一個例子 你就懂了 比如說剛剛志偉 工作壓力很大 熬夜什麼 你身體已經是很虛了 就是很累了 因為你這是身體累到 那個免疫系統產生 就是那個崩潰的情況下 這時候你說你火氣大 是虛火 不是實火 這時候如果吃 良性的或者是寒性的 你身體會越差 是喔 所以這時候我不能喝青草茶 對因為你已經是虛的身體 你是虛而上火 不是實上火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坐在家裡面吃個大魚大肉 然後這個 這個每天都無所事事不運動 這時候上火可能吃青草茶可以 或便秘 便秘可以喔 那不是那你剛剛是累到 累到已經快掛了 那我虛火我要吃什麼 就是不要喝青草茶 對 就不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種民間這些偏方 你認為可以的時候 它因為它的疾病的形態 分得很多 你不能夠說 用一種去對付所有的 如果假設你是便秘造成的這個 這個 口破 所以你吃青草茶就很好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一樣的現象不能夠 一 就不能夠通啦 不能互相通過 那如果說有時候夏天很熱的時候 青草茶也是可以降火氣 降火氣 對 那就是食火就對了 對 你講得很好 那你比如說舉個例子 像有些人體質是虛寒的 比如說有的人手腳會冰冷 然後呢 全身血液循環不好 其實它的體質已經是很寒冷的體質了 結果呢 它嘴巴破的原因是因為它情緒 有波動壓力 工作壓力很大 那這時候再吃青草茶那還得了啊 那它這時候就不會吵麻油雞喔 當然不是啊 這時候就是還是要使用這種 新鮮的蔬菜水果去吃 蔬菜水果 對對對 就不要再用一些 因為它身體已經太寒涼了 然後你虛就是該累了 就是睡覺了 不要熬夜了 對 你講的有道理 這講得很好 你比如說你講的是熬夜造成嘴巴破 通常你休息幾天它就會改善很多 不然那時候我就睡一下 你才剛起床 好 再來抹鹽巴吃風膠跟用漱口 這些都沒有用嗎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用這些 這種偏方做的時候呢 我們以站在正統的角度來看 一定會全錯 不可能把你勾兌的 勾兌我們就有問題了 你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漱口水 我們都不贊成你隨便使用 蛤不是一直要用漱口水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需要 不需要 就算嘴巴沒有破也不能用 不是說不能用 就不需要用 你基本上口腔的清潔 有靠幾個動作 我們以前講過 就是要刷牙 對 要用牙線 對不對 要多喝水 就這樣嗎 多喝水 多喝水 很重要啊 像我們實踐啊 我們設計學院 每一年有個臂展 那每年臂展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看到每一個設計系的老師 幾乎嘴巴裡面都破了 壓力很大 對一來每個人 那邊破這邊破 可是大家就有傳說 就說我們學校有 然後不知道是我忘了 是去保健室還是去 哪一個老師那邊 就有個神奇藥粉 一小勺 大家就去那邊挖一小勺 一灑進去 欸 它就會好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就不知道那個藥粉是什麼 那一個白白的一個粉喔 平老師你不要急 我這邊有神奇看法 真的嗎 對 其實你只要預防啊 你只要吃這些東西就好了 比一個一小瓢 真的嗎 你不知道成分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有這些成分 這神奇看法 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說不定只弄一瓢低筋麵粉而已 你心裡做 對不對 深色蔬菜 空心菜 菠菜 堅果 剛剛我們吃的豆漿裡面的堅果類 豆製品 豆腐 豆漿這些都是 瘦肉 牛奶 青椒 芭蠟 還有動物的肝臟 豬肝跟雞肝 這些都是很好的 真的 喔 如果說需要的話 你們畢業展之前 我自己辦的 可以讓你帶回去 對 我放來那 每天都吃了 結果後來設計展裡面 得獎的是這塊 所以你只要照著這個方式 而且均衡的飲食 事實上 是比較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青椒真的很好嗎 因為我超討厭吃青椒 那個味道 待會兒我就會煮青椒 真的嗎 我沒有開玩笑 很好吃耶 試試看 好不好 他就是把你不喜歡吃的 變成你喜歡吃的 真的假的 他是很神奇 而且今天那個 可蘭嘛 可蘭還在講說 這個我們每次在節目上面 做了很多青椒的料理 以前他們家很少有青椒 現在回家幾乎都有青椒 因為它是個好食材 來的 試試看 有一個不同的烹調方式 好啦 他吃起來會像牛肉嗎 欸 我放一點豬肉進去 你就擋著豬肉那個部分 好不好 好不好 來進去我們今天要上菜 今天要做的是脆炒青椒 今天這道菜啊 是為了這個大家 這個口腔 很討喜 不會 我覺得青椒真的不錯吃 真的 對 我會盡量把它弄得好 對嘛 你就放肉就好啦 就是青椒 青椒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我小時候我們家長度 可是我長大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不喜歡這個味道 尤其還有Pizza上面有青椒 我都不敢點你知道嗎 你還早上都不敢點 你剛好不敢點 你就剛好不要加青椒就好 我老婆也不喜歡青椒 我就覺得那個味道 可是很多料理裡面其實都有 青椒跟橄欖 好 我們先 剛剛沒有加肉 沒有加油進來 我們只要把肉煸香就好了 所以小朋友其實也要逼他吃青椒 對 一定要 青椒 紅蘿蔔這些都一定要 那現在有一些烹調技法就是說 小孩子吃不到青椒 但他吃了青椒 真的嗎 對 他就知道他有吃進去 對 你比如說把它打成汁 然後揉在譬如說 可是它的味道還是很重啊 他可以想辦法把它壓一點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好像已經聞到青椒的香味 對 聞到 香啊 哇 好香喔 好香 超high的 我真的沒有青椒味 對啊 好爽口喔 對 青椒真的是有脆 對 真的確實吃起來沒有青椒味 對不對 很青椒味 而且送你那個青椒的味道 這邊可以打包回去給我老婆吃吃看 他吃青椒的 那真的給他吃 因為真的連我都敢吃 保證清爽 保證脆口 保證吃一口就停不下的脆炒青椒 您千萬不能錯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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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